在北京结束宣传的大舞声剧组 第二天又赶到上海召开记者会 虽然主创们辛苦赶场都是为了电影票房 但韩庚却出人意料地表示 其实他有点不太希望 一名们到影院支持自己 电影大舞声是韩庚初次接触大荧幕的作品 为了支持偶像 韩庚的影迷自发性地在上海记者会现场 向每一位来宾派发大舞声的电影票 无尊的影迷也早早送来花篮表示支持 韩庚和无尊都拥有众多拥盾 当被问到是否有影迷支持 而对票房高枕无优时 韩庚却表示 自己的影迷大多数是学生 并不鼓励他们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 大家都以为说是偶像来演 来玩完之后粉丝能挺票好 我觉得这个我不想看 因为粉丝还是占一部分 还希望说片能给大众看 大众能觉得好的话 就是我们工作室再辛苦 结果我们会很开心 粉丝只是一部分 大家不要注重在粉丝身上 然后我希望大家也不要注重在粉丝身上 去赚一些钱 他们还年轻 不管怎样 还是有不少影迷对大舞声表现出极高的期待 除了主演们的京剧造型充满新鲜感外 无尊寒庚学习园的打斗戏 也是影片的一大看点